先週報的封面 哈囉 王爺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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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莎 妳好 恭喜妳 妳回到高雄了 回家 謝謝妳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要不要先跟我們先週報的讀者 say hello 好 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王爺 發行的新專輯 黃色夾克 而且我上報了喔 對 這就是我本人 就是開心可以在先週報的封面 然後我根本已經給我看了 我看到的時候很開心 好大一個版面 謝謝 維依 請問一下 像我們這一期這個 黃色夾克這個發寫的專輯 有別於一般您之前的那個專輯 最大的部分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會focus在 就是造型或者是歌曲上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不一樣 應該就是心態吧 工作的狀態 就是可以比較開心 然後也不用太拘束 以前 我覺得就是我剛剛在台上講的那樣 它是一個過程 然後 當然現在還是有害怕的啊 緊張的 可是我覺得 去接受每一個不一樣層面的自己 比較重要 就不要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 真的 好 我的心路歷程 前幾天其實我看到 也是同公司的那個歌手心靈 他也發片了 然後我就想 其實之前在學校的時候有邀請他 然後我當時還在台下看他 就是唱歌跳舞 可是前幾天我們一起在北京工作 然後我們就在同一個休息室 我當時我就在思考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怎麼會 就是時間過去 然後有這樣大的轉變 所以我覺得是很幸運啦 然後也 也堅持自己的夢想啊 然後一路上重要的還是有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才可以走到現在 真的 我也是我們的高雄人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高雄最深刻的記憶 最棒的地方 我記憶百分之八十都在高雄嗎 我也才在台北不過五年啦 然後之前的二十年 其實都是在南部 就是我是高雄市茂林區的住民 原住民 然後高雄的記憶 其實我覺得還蠻符合這一次的專輯 在講成人同夢 很多時候會很想念高雄 重要的是這裡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回憶 然後也有很多關於家裡的一切 所以有想家的時候 一定就是想高雄 對啊 對 也要常常回來看我們 會會 我現在不來了嗎 只要你想要逛好逛的 想要吃好吃的 那就一定要來到高雄 那如果你想要聽好聽的音樂呢 就一定要聽我一個第四張最新專輯 黃色夾克 我是梁文英